大家好 刚刚准备出去 外面给大家拍个视频的 外面现在非常漂亮 但是又像点小鱼了 所以我又跑到这个门口来 因为门口这个光线会稍微好一点 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看看外面的风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为什么挪威人 基本上家家都有一个 夏日的度假屋 这是挪威的一种文化 就好像这个爱撒尼亚的人喜欢 泡那个温泉 不是泡温泉 他们是喜欢洗桑那 爱撒尼亚的人的 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小小的桑那 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 挪威的文化就是 基本上每个人家里 都会在其他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 就是一个小的小别墅 就是小的这个度假屋 这是由于这个人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腻 会有那种 就是怎么说 就是那种带性 那种慢性 就慢慢慢慢就懒惰了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不动以后 像机器一样 这长期摆在那不用 这个就不行了 所有的东西 包括这个电气产品 这个汽车这些东西 很多人想 哎呀我这个东西我买的都是新的 都没有用过 放在那里 那个就不能用了 就是由于你没有用 就是因为放在那里 它就不能用了 汽车也是 汽车一般都不是开烂的 而是泛滥的啊 摆在那里 摆烂的 所以这个人是需要不断的 这个调节自己的心情 这是为什么挪威人啊 基本上所有的家庭 都在另外一个地方 海边或者是在山上 或者是在什么什么地方 一般开车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这样的地方呢 会有一个叫 一般就是周末啊 或者是这个夏天啊 一家人开着车 带着这个餐呢 或者是住几天 住几个晚上啊 那当然这个生活 就是比较原始啦 这个一般的 我们这个度假屋 都是没有 没有抽水马桶的啊 因为都没有那个 排水到的啊 一般都是要自己解决啊 水源呢 一般都是 也是雨水啊 或者是井水啊 像我的那个山上 就是靠雨水 挪威的雨水 是最最干净的啊 是最好的 而我这个农场的这个雨水 我的这个水 昨天跟我讲 说我这个家里的水 是挪威最好的水 因为它打下去地下八米 八米深 真正的挪威的地下水 他就从那个龙头里打开 他就喝给我看 他说这是挪威最最好的水 一般你到外面去买那个什么瓶装水 都没有我们这个水好 这个自然的井水 而且是免费的哦 啊 所以呢 这个挪威人 他就是整个有孤家 有这个习惯啊 到了这个周末啊 到了这个夏天啊 到了这个啊 他们就跑到他们的 去度那个几天啊 有时候一年 就在那里待个几天 但是这是成为他们的一种文化 而我在这里买的这个农场呢 却有其他的考虑 还并不是由于这个挪威 这个文化 这挪威我也去买一个农场 买一个不是的 我有其他的打算就是说 怕世界发生任何 其他的问题啊 昨天这个视频出来以后 就很多朋友有兴趣 就问这个面积有多大 多少钱呢 就问这些问题 我呢为了负责任啊 因为我昨天只是丢了个信息出来 为了负责任呢 我还特别就看了一下 我到那个房子周围 有没有人住了吗 反正有不要紧吗 都是邻居嘛 如果碰着邻居就讲示我嘛 对不对啊 他那个房子已经不行了 他那个房子 我估计都没有价值了 他只有一个车库 是后来新盖的 可能可以用 那个房子基本上 这个老人家 一个人在这住了20年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老房子 但是他为了 好像有人住的那样的 每天晚上那个灯还是开着的 他们家的灯总是开着的 还是好像有人一样 其实没有人住了 所以说我觉得 同胞们啊 我这个小区放早了 这种房子我觉得不需要考虑 因为我觉得房子本身太破烂了 啊 今天到挪威早的话 到这个附近啊 那个我就在附近看到一栋房子啊 我把这个铜片啊 po出来给大家看 你我这里开车20分钟 因为从我这里到市中心 是30分钟 从我这里到20分钟 也是这条线上 那个房子很漂亮 三层楼 也就是15万 OK 15万美金 挪威的这个地产 所以不贵 一年呢 没有多少 这个这个 就是一点垃圾费啊 一点这个下水道的 这个费用啊 所以怎么加起来 也是也是不贵的 为什么我想到挪威 要买这个房子呢 投资只是一个方面 因为我看到挪威这块风水宝地啊 你就想想全世界啊 两个问题 一个是温暖化 这个温暖化 这个去年的夏天呢 那欧洲有些温暖的 没法带人了 那欧洲有些 很多国家像西班牙 什么什么热的 40多度 很多地方热死人啊 我们这里没有啊 我们这个温度 逐渐在上升 逐渐那个水宫告诉我 说去年都没有什么 下大太多的雪 我们这是挪威的最南边了嘛 去年没有太多的雪 不像什么 有些挪威那边 什么两米高的雪 这里没有啊 就下了雪 很快也激不住 很快再化掉了 所以说天气 我们这个天气 是越来越暖和 而欧洲那边的天气 像什么意大利啊 西班牙啊 南欧那一边 那真是 夏天真的是待不住 太待不住 你现在 比如说那个美国 奔驰老师那里 已经待不住了 已经35度 40度了 非常非常非常的热 那我在这里呢 现在的温度 是10度到20度 OK 下个月的 这个8月份 是这个 15度到25度 我们这里 没有到过30度的 25度就算是很热了 那个阳光就已经很强了 所以说 从气候上来说 从这个发展 全世界的人啊 会越来越往这个北边跑 因为现在挪威人口 还是不是很多嘛 它还有足够的余地 来接受很多的这个移民嘛 所以会往这边 地价会开始涨 这是从投资的 角度讲 另一方面主要是怕战争 说西里话 主要是怕战争 这个 美国战争啊 到现在还在打 没有结束啊 而且还没有看到底 还没有看到前途啊 还不知道将来 是什么样子啊 还不知道这个俄罗斯 到最后 才有什么样的手段 想去收这个厂 我们还不知道 对不对 就是说人类到了疯狂的时候 或者说人类 后面的外星人也好 智慧生命也好 操纵人类 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我们每一个自己 都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对吧 自己就自己给自己留条后路 就是我还有个地方可以去 那么我想起 我在中国也有一大帮亲戚嘛 还有同学嘛 还有朋友嘛 在全世界也是有很多朋友嘛 还有网友嘛 那么我买这块地 这块地有五十一亩地 五十一亩地 虽然是弯弯曲曲 但是有很多平地 有很多地方是平的 我估计改个 摆个十辆 二十辆 三十辆 这个房车都摆得下 所以到了万一出什么事情的时候 真的 你全世界那些朋友呢 来求救的时候 那你只要有个房车 那我其他的 我没有办法 我这里有水 我有足够的水源 对吧 我有一个小溪 我有足够的井水 水给你解决了 对吧 我这里有电 电可以给你解决 对吧 然后就是有大量的土地 你们可以种植 你们可以种植养鸡养鸭 养小羊 什么都可以 至少就是说真的 世纪末世的时候 我这是一个可以 接了大概几百个人的地方 有五十几亩地 大家挤在这里 能够几百个人坐在这里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几十个家庭 我想我还是接纳的到 接纳的下的 所以这是为将来着想 万一有什么事情 事实上我买的这个农场 整个加起来 全部的 我的农场价值其实并不贵 十二万吧 十二万四三万美金 全部加起来 四三万美金不到 五十一亩地 有那么多房子 对不对 你这个投资家摆在这里 我也不急 我就买个保险 万一有个什么事情 保险公司给我漏水 什么东西 保险公司给我修 其他人就不想事 夏天得闲了 来住一住 没时间 关了这里也没关系 他也不会跑掉 就房子一百年了 也没有倒 对不对 很结实的石头盖起来的 所以主要是 万一有什么事情 是吧 所以万不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后 等到我要死了 等到我要离开这个人事了 这个土地 这块地又卖出去 也绝对不够亏本嘛 他只不够赚钱嘛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 你投资一块地方 你有钱放在银行里 没有用的嘛 你投资一个地方在这里 是一个安心 一年要花不了多少钱 去维护它 而且你还有地方去 到了夏天 我们到挪威去住几天 然后到欧洲去看一看 然后再回到挪威住几天 对不对 你不要开车 这个太远了 你到欧洲任何地方玩 你从这里买个机票 飞过去很便宜 我这里飞到伦敦 我上次买 买飞到我地的那里 是二十七欧 二十七个欧元 我就飞到我地的那里去了 你二十七欧 你一桶油都装不了嘛 对不对 你飞机很便宜嘛 你飞到欧洲任何地方玩了以后 坐个飞机 飞回来 就在这里休息休息 然后从这个碰子 飞回去了 所以从这个方面考虑的 我说一遍 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情况 我们并没有鼓励大家 或者动员大家到这里买土地 买什么东西 当然了 如果有附近有什么中国人 大家 何得来的 对吧 那有个半户钱 可以照顾照顾 这是好的 对吧 你在那时候 你到我的房子来看看 我在那时候 我帮你看看你的房子 那是可以的 其他的 就是随便跟大家聊聊天吧 今天就是心情好嘛 好 那我下面就把这个外面 现在真的很漂亮 给大家看一看 在那时候 我帮你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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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